预备 装机 这是抗战时期的军运会 所有人都已经射击完毕 只有一个士兵还在bipass 等所有人都打完后 他开始耍帅的射击 他发现刚才的动作还不够帅 于是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子弹 抛上天空 然后子弹精准地落到弹夹内 看到这 不知道大家觉得这算不算是抗战神剧呢 当然光看射击还无法判断 那么我们从头开始来看 这部剧的男主其实是一个熊孩子小明 其他同学都非常喜欢漂亮的陈老师 可小明却喜欢陈老师身上的蝴蝶胸针 这枚蝴蝶胸针好美啊 我一定要得到他 于是趁陈老师在弹钢琴的时候 偷偷拿走了胸针 回到家还在自己养父面前显摆 养父看到蝴蝶胸针后若有所思 就问小明哪里来的 小明却发雄脾气说什么也不肯说 养父很生气 直接给他一嘴巴子 然后小明赌气要离家出走 去找自己真正的爸爸 结果一出家门蝴蝶胸针 就带小明穿越到抗战时期某处的五星级大酒店 好奇的小明就到处闲逛 不得不说编剧的脑洞 抗战时期有这么豪华的酒店就算了 连健身选美都有 是不是有点过头了呢 此时土豪家的何公子回来了 他是从美国回来专门参加军运会的 面对记者的采访他是这么回答的 接着小明在这里遇到了陈老师的奶奶 我们就叫他陈奶奶好了 他和自己的孙女长得是一毛一样 陈奶奶见小明骨骼惊奇 就拉他为自己的表演唱歌 给抗日军队表演打气 陈奶奶在节目中表演了一个蝴蝶找英雄的节目 请引领我们去寻找你心中的英雄吧 我们将为英雄鼓掌 为英雄歌唱 看来我们的蝴蝶 已经找到了他心目当中的英雄 蝴蝶刚找到一个英雄 一旁的何公子就把蝴蝶给捏在手心 不仅如此 他还欺负现场的军人 此时一个神秘人用枪控制住他 他才老实一些 可蝴蝶已经被他捏死了 然后神秘人就神奇地消失 而一旁的士兵大喊是独龙 台上的小明看到他们的表演后 觉得十分刺激 立马决定留在这里和陈奶奶一起不走了 而不久各个军阀组织的军运会开始了 于是就出现开头Bipath一幕 而那个Bipath冰王正是独龙 因为在射击比赛中表现得很帅气 陈奶奶忍不住内心的激动 冲上前就是一个热情的拥抱 可独龙却对陈奶奶似乎没有任何感情 最后还是冷冰冰地离开 看到这一幕和公子走到陈奶奶面前 立马给他一个热情的拥抱 可是陈奶奶对和公子并没什么好感 给了他一嘴巴子就跑着离开 接着就是障碍跑比赛 比赛内容有跨栏 翻墙 爬行 独木桥 在稻草堆还有工具人阻拦 经历千辛万苦后 最后一项还是射击 不过独龙很不讲武德 人家的枪都已经上堂了 他却一把抢过 然后在规定时间的最后几秒射击 比赛后 战友告诉他 你这样的伸手不去参加拳击比赛太可惜了 因为拳击冠军是可以直接去空军当飞行员的 问题来了 飞行员和拳击冠军有什么关系呢 开飞机还要比谁的拳头硬吗 而拳击比赛正是何公子的擅长的 好奇拳击比赛的独龙就去看何公子的比赛 何公子一上场就展示自己健美的身材 引得台下女观众不停呼叫 而他的对手是个光头 他一开始就以言嘲讽何公子是小白脸 结果比赛一开始光头就挨了何公子重重一拳 躺倒在壁 不过裁判咬醒了光头 可光头一看就不是何公子的对手 很快就被何公子的一个左勾拳 加上右勾拳打趴在壁 原本老何以为已经获胜 可光头却站起来挑衅求死 小白脸的 有种 你打死我 老何就成全他 一拳将他打下擂台 老何已经被彻底激怒 他直接跳下擂台要捶死对方 独龙看不下去 跳出来阻止了他 老何激动地说 拳击可是他的战场 有本事你也来参加呀 这话触动了独龙 让独龙没想到的是 比赛报名结束了 这可咋办呢 陈奶奶得之后 就只身一人来找老何 想让老何帮忙给独龙报名 老何还以为陈奶奶是因为他的魅力才来 差点明节不保 好在陈奶奶懂得激将法 大英帮我这个忙 就等于为你夺取冠军 涉及了最大的障碍 我的冠军之路 永远没有障碍 独龙也想参加国术比赛 但是他错过了预赛 成功地激怒老何 于是亲自将独龙介绍给组委会 独龙 你为什么想中途 参加这个国术比赛呢 我想当飞行员 为什么 一名外国组委会的人表示 让独龙参赛也可以 必须先打败他才行 于是两人就展开了一场格斗对决 结果自然是独龙击败老外 老外肯定了独龙的实力 于是独龙成功加入拳击比赛 独龙的第一场对手是个跳两小丑 三拳两脚就被打败 也不知道编剧咋想的 这样的人能参加拳击赛吗 因为独龙参加比赛 赌场也变得热闹起来 特别是何公子的老爹 他直接压住独龙赢 让自己的儿子不要赢 理由很简单 他不想让自己的儿子去当飞行员 可何公子自然不答应 反而赛场上更加拼命 一路打进半决赛 台上的老爹看了只能默默地表示 傻儿子 爸爸做的一切可都是为你好呀 可何公子又怎么知道父亲的苦呢 他还半夜在中楼弹琴诉苦 隔天独龙的半决赛开始了 他的对手是个硬查 前两回合都处下风 何公子看到后 就在中场休息的时候 还偷偷跑去激励独龙 输了 你就没有机会了 独龙被激起斗志 随后利用现场记者的闪光灯 在关键时候 用双膝击倒对手 而此时独龙的战友 跑到擂台庆祝独龙获胜 小明听到他的口头禅后 就想到自己养父和他的两个好友 经常也是这么说的 而且家里还有养父 获得这次运动会的奖杯 一下就联想到独龙就是自己的养父 于是赛后就让独龙认自己做儿子 你把我当儿子吧 你要是我儿子 我一定把你养得白白胖胖 很快总决赛要开始了 赌局上压和公子的人占大多数 并且和老爹在记者采访时 也故意说自己相信自己的儿子能赢 可私下和儿子聊天的时候 还是一直劝儿子要打假全部能赢 可和公子也是这样脾气 偏偏不从父亲 和老爹劝不动儿子就问他到底想怎样 和公子表示 既然老爹你那么爱赌 我们也来赌一把 如果我赢了我去当飞行员 你再把家产换成飞机捐给国家 如果输了 就永远听老爹的话 乖乖当个富二代 而军方自然相信独龙 因为独龙当年在抗日前线的时候 曾经徒手干掉十几个持枪的鬼子 军方特意拿出来大肆宣扬 大家一听又觉得独龙会赢 于是很多人转头去压独龙赢 拳击决赛一时也成了当地最热门的头条 眼看决赛就要开始 认出独龙是自己养父的小明 就想给独龙身上纹一条龙 希望能唬住对方 可时间紧迫 小明只能用笔划出一条龙 但比赛马上就开始 独龙清除比赛开始后 肯定会出很多汗 那龙可不救花了 所以比赛时 他还穿了件小背心 决赛终于开始了 第一回合两人不相上下 第二回合 两人打得就酣畅淋漓 但依然难分胜负 第三回合双方体力都消耗得差不多 两人的全速都慢了下来 但独龙明显在拳击的天分上不如和公子 被打倒在地 休息的时候 手抖得不行 第四回合时 果断撕烂背心 露出身上的纹身准备开挂 最神奇的地方就是身上的纹身 没有因为汗水而花掉 而脱掉衣服的独龙也比前几回合更勇猛 两人拳拳倒肉 最后独龙的拳头原本可以一拳打晕何公子的 可关键时候停手了 两人头顶头聊起天来 看来是不打不相识呀 而按照规则 何公子的比分更高 所以他赢得了比赛 成功当上了一名飞行员 他老爹也按照赌约将家产换成20架飞机捐了出去 而独龙在比赛结束后 继续奔赴战场 小明在送别独龙的时候 穿越回现代 而穿越的过程中 他看到了何公子开着飞机和独龙一起并肩作战 天上的何公子因为飞机没子弹了 最后选择和敌机同归于尽 地上的独龙虽然已经遍体鳞伤 但还在和敌人拼命 最后就剩他们三个活了下来 小明也终于理解自己的养父 他也从熊孩子变成了乖孩子 和养父幸福快乐的生活 电影到此结束 虽然是一部正能量的抗战神剧 而且打斗时的动作也是挺精彩的 但剧情确实有些过于奇特 目前豆瓣评分只有3.1分 如果只是好好的拍年代戏 不加那些穿越和魔幻的元素 陆季影片的评分能提高好几个档次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说到这里 喜欢我就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